珍惜感恩代替同胞受难 在普悠玛凡复事故中 牺牲说法的菩萨天使们 法谷山蓝阳分院 于28日晚间七点 为事故罹难者及其眷属 祈福祝导 举办弥陀超见法会 有近三百位民众 虔诚诚经持咒 绕佛念佛 深深佛号 但愿回向王者往生善处 圣者心安平安 专注悲怯的氛围 令人感动 我相信 每一位菩萨 都是很关心 也非常想要 尽分自己的力量 但我们对于 这次世故的 罹难者和家属 他们呢 都是大菩萨 大菩萨 为什么他们是大菩萨 因为他们代表我们 受不受难 所以我们也要很虔诚 向他们致敬 还有我看看 那我们法卜山创办的圣灵师父呢 他曾经有一段开始 圣灵师父也就说到 灾难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大家所共同居住的 任何一个地方 发生灾难 我们彼此 都是互相关联的 那么又说到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人们都是现身说法的菩萨 都是教导后人的老师 那那一天其实事发的当晚 因为我住在树澳圣湖 那离事故的现场其实很近 所以第一时间 因为我知道法谷山的助念主一定会紧急启动 所以其实当天晚上我就跟助念的师兄师姐 赶到了树澳荣明医院 那那里是安置所有往生大菩萨们一体的地方 那其实当晚因为很多的家属 他可能还没有办法立即赶到 所以其实所有的佛教团体 其实大家都到了现场 然后同心的一起念佛 念阿弥陀佛 然后祈求佛祖能够来到现场 然后建议这些代替我们受苦受难的大菩萨们 然后后来我就听法师说 今天要办这个祈福法会 为他们王者能够离苦得乐 生者能够赶快康复 家人肯定 就想说邀请家人 本来我们是今天我们营业 我们是开树子餐厅 我们本来想营业到七点 可是后来客人一直来又不好意推 所以我们 我跟我两个孙子就先来 然后女儿跟媳妇就晚一点再来 就想说可以祝福他们这样子 其实在刚发会的时候 我心里有很多想法 然后内心也有点波澜 但在最主要我还是希望能够祝福 在这次事件中的伤者还有患者 不管是受了什么样的伤 还有他们的家属都能够平安 并且能赶快康复 我们也愿意提供更多的帮助和祝福 那一天我们在祝念的时候 也是深深祝福他们 那有不同的信仰 法师开始也有讲 我们如果是神的祝福的 祂就可以到那边去 那佛教就往生净土 那我们都希望他们往生善处 到好的地方去 因为死亡毕竟每个人都毕竟的过程 我们也很感恩他们现身说话 为我们上课 那回去后 我便长我就有做早课的习惯 我就做完早课 就也给他们做一些回向 那并且也祝福那些受伤的菩萨 祝愿的菩萨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的出院 因为我们不希望再看到 有死亡的人数增加 那下礼拜的观音法会 我们也会来参加 为那些受伤的菩萨祝福 10月21号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 然后我们的这种 人跟人之间相互关怀的这种慈悲心 就会激发出来 所以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故的时候 我们的菩萨们都会想 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吗 可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到现场 去做救灾 去做关怀 即使没有到现场 我们还是可以来为他们祝福 只要我们的心念 动了一个祝福的心念 他们其实也就收到了 圆满弥陀超建法会后 希望表达祝福心念的民众 还可参与11月3日 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 在蓝阳分院举办的观音祈福法会 盼愿人人都能心安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